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来到雷聊 我是桑桑 你知道闭门庚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那其中要有怎样的故事呢 不如今天就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很多人为了能够获得职位上的升迁 或者能够处理一些其他不太合乎规定的事情 都会向自己的领导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送礼 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人都遭到了拒绝 被关在了别人家的门外 那俗称就是吃了闭门庚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出生 可是闭门庚这个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相信对于庚这种食品大家并不是特别的陌生 因为现在很多小餐馆当中还有类似的食物收卖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它主要就是指羊肉汤 后来通过人们在汤中增加一些粮食 蔬菜等等做成了一种类似于粥的东西 那到了现在呢情况有所变化 人们喜欢把一些浓汤做成的食品叫做羹 一般也不会用于招待客人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呢 在一本古代书籍上记载了这个词汇的具体来源 曾经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歌女 不仅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呢也非常的有才华 很多人都想要和她进行结交去认识一下 但是这个女孩呢 为了能够找到一些和自己在才学上比较相近的人 所以要求那些想要结交她的男子 必须写出一首诗给她看 只有女孩在看过之后觉得满意呢 两个人才会相见 那么假如女孩内心当中并不满意这些创作的诗文 她就会赠送给那些想要要求和他们见面的男子一碗羹表示拒绝 就这样慢慢的呢形成了一种规定 在当时很多人都会凭借自己的诗文 希望能够引起这位歌女的注意 但是其中呢有不少人因为才华不够 都得到了被对方赠予一碗羹汤的待遇 从那之后啊人们逐渐流传了下来 就把闭门羹作为拒绝和别人相见的意思 其实现在人们要是想要拒绝见面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啦 只需要拒绝对方的要求 甚至直接把她关在门外就好 而且呢还不会赠送给你一碗羹 对不对 这么相比较下来感觉好像现在拒绝一个人 都变得不如原来那么有礼貌了呢 但是其实啊 本身拒绝人就是一个让人特别觉得伤感情的事情 那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如果不见面说不定呢还能够为彼此保留一些面子 而且现在很多人在和别人见面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想要送给一些礼物或者财物 来让对方帮助自己做一些不太合乎规定甚至违反法律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直接将门关起来不见面或许啊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啦 至少呢不会使别人和自己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好了 看完本期节目的您有没有了解到闭门羹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如果别人在要求你做一些不太合乎常理甚至突破了道德底线的事情的时候呢 那不妨就来想一下这个词来对付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